紅色椅子排成一排 抬上麥克風測試 現場工作人員忙成一團都在佈置 因為選前之夜就要登場 民進黨賴蕭佩契昨晚在凱道 舉辦肇事晚會現場湧入20萬人後 今晚則轉站新北板橋的第二運動場 而在另一頭 國民黨則在新北板橋第一運動場 舉辦大肇事 兩邊地點相隔不到1.4公里 也讓警方嚴正以待 以防衝突 要給他緊張 真好 真好 真慈激 我叫我那個孫子跟我母子先來講 這麼危險喔 對喔 為什麼 不然不敢來坐不危險 因為我腳腳不方便 支持者覺得緊張刺激 要早早來佔位置 因為選前之夜藍綠尬場 預估將湧入超過10萬人 雙方陣營造失地點 距離僅有1.3公里 又逢週五下班尖峰時刻 新北市警局動員800多名警力 抵及近百名異交 嚴加戒備 加強維安 帶多少人來 差不多10個 因為我住在附近 很多人都會來 大家就為台灣看得比較好嗎 選前之夜賴清德 侯友宜 新北拼佔 柯文哲 凱道造勢 藍綠白 打拼場做最後衝刺 民新聞陳寧 專播華新聞報導